字幕君 字幕君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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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HAPPY!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留意OK店 他开始新一轮的Kao Kao Fans 节朝呢? 经过上一次新年之后 相隔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左右 他今次就有很多Kao Kao Fans 的零食系列 以及杯麵、麵包 我身為CaoCaoFans的我 當然要買來試試 我今天會跟大家開箱 CaoCaoFans的食物 首先第一樣 是不是應該要吃了鹹才吃甜的呢?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它有這幾樣CaoCaoFans 分別就是 啫喱 類似餅乾的 文具 還有杯麵 三文治 其實這次我除了 因為我買不到 它的 土味的乳酪雪糕 而且沒有買到炸醬麵 因為要煮 其他我都買完了 首先現在開始開箱了 我剛才是開箱了鹹的 才再試試甜的 第一樣吃鹹的就是這個 它寫著韓醬芝士火腿 它有歪人公仔 而且你看到麵包 也有歪人公仔 超可愛 我不客氣了 你看看 它兩塊三文治 其實只有這一邊 有歪人公仔 那我先吃了有歪人公仔 那邊先 嗯 很好吃 那你看到 它是有火腿之後 有一個普通的芝士 然後就塗了韓式的芝士醬 在裡面 大家看一下 打開 它的醬是超多 但是呢 它的醬是有一點點辣的 但是它只有很少辣 所以如果不吃得辣的朋友 就可以試一下 它的醬 看到這個醬在裡面之後 整個感覺是很... 好像入口即溶那種感覺 嗯 好吃 那它的價錢呢 就是15.5元 就兩件的 嗯...這個我必推 但是呢 我剛剛吃第一口 是覺得 嗯...很少辣 但是現在我吃了 差不多半件左右 那我辣呢 就開始... 開始有試 就多過一口 那種辣 那種辣 不是不舒服 那種辣 而是會刺激你吃肉 那種辣 嗯... 這個好吃 好 然後... 第二 那就是它這個... 芝士杯麵 那因為其實我也是芝士的... 粉絲來的 我每逢遍很多芝士的東西都會忍不住試 那這個呢 它就是要先用微波爐 要先用微波爐 要先用微波爐 那我現在就去做 那我打開裡面 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裡面呢 就有... 粉紅色的一包 還有一包的... 是不是芝士呢 這包看 那黃色這包呢 就是芝士粉來的 那我現在去做個杯麵先 那我現在呢 就把杯麵去叮了兩分鐘先 那它就是... 剛才我加了粉紅色的那包粉 那還加熱水的 那叮完兩分鐘出來呢 再加芝士粉就可以了 那它出來啦 那我就加了那包芝士粉 放進去 然後... 把它拌勻去 好像很辣的 為什麼... 哇... 但是它的芝士... 超多 但是我怕它很辣 因為其實我本身不是一個好吃的辣的人 好熱啊 因為我本身呢 我看它的顏色呢 是有一點點好像不帶紅的那種感覺 我是打算怕它會辣 誰知原來它是... 沒有辣味的 然後... 那個... 那個... 味道呢 很入味的那些麵那裡 但是呢 它的芝士味呢 不是說特別濃郁 就是沒有剛才我吃過生文治的芝士味那麼濃 但是這個好好吃啊 就是...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微波爐丁的原因呢 它是很入味啦 然後那個麵的... 那個... 那個... 的質感呢 我是很喜歡的那種質感 它不會說很硬 好像是意大利品那種質感 而且不會說特別鹹 嗯... 很滿意啊這個 這個價錢呢 就是14.9 那大家也可以來試一下 那我們呢 現在就吃完鹹的了 然後呢 就要試試甜了 那甜的話呢 它就... 我現在吃這個 也是麵包來的 但它這個呢 就是吉士蜜桃的飛碟 就是有A Peach的公仔 A Peach的樣子在這裡 那我先撕開看看 撕開一半 嗯... 它也是... 你看到呢 它主要的醬料是集中間這個位置 那旁邊呢 都是... 有一點點空空的 的 嘗一下先啦 嗯... 中間是有蜜桃的 但我吃下去第一口呢 是真的好淡 好淡的蜜桃味 它差不多整個味道 都是吉士醬的味道 嗯... 再吃第二口呢 它覺得蜜桃呢 因為我咬了蜜桃肉 剛才有沒有咬到 蜜桃有好一點假假的味道 嗯... 整個麵包呢 是只有吉士醬的味道 嗯... 你會覺得有一點點膩 你不會說想吃完整個 雖然它整件的飛碟是不大件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特別好甜的話呢 你應該是會吃完整個 你吃一半可能就會覺得膩了 那這個價錢呢 就是9.9的 第三樣 那就是... 啫喱 這一間呢 我找了幾間OK店都沒有 剛好找到第五間 第四間才找到這個啫喱 才找到這個啫喱 不客氣啦 嗯... 一打開很香的雜果味 一包有六個這些大型的啫喱 它的價錢好像是14.99一包 它分別有芒果 그러면這個 scarlet 蘋果 蘋果 然後是草莓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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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把東西漏出來 這個我吃完也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只有甜味 甜得來 他打算做一點水果的士多啤梨味 但是完全沒有 完全是一個很假的味道 好 接著試這個 這個可能是 我覺得它是蘋果 這個 它裡面的啤梨是沒有果肉的 但是我試這個蘋果的話 是好吃過士多啤梨的味道 蘋果是有一點點 很少酸 但是又有帶甜的 但是也是很假的味道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大家不需要去買這個啤梨來試 是 不好吃的 而且吃完之後 很豐厚的感覺 好 我們剛才試完啤梨 這次也是繼續試啤梨 它分別這裡一包 就是 蜜桃味 和芒果味 它價錢一包 就是11.9一包 我先試蜜桃味 先試一下 哇 我不懂形容 味道很奇怪 又沒有很奇怪 第一口就是帶酸 蜜桃味 它整包的味道就是偏酸 然後酸的味道有點甜 但是蜜桃味是沒有的 而且它雖然說是啤梨 但是我一進去 差不多喝了這麼多 現在 它也是偏水的 那啤梨就是在底 那啤梨櫥呢 就會吃到啤梨了 但是我覺得是沒有蜜桃味 嗯 這個我有點失望 因為我本來看它的包裝 我覺得很漂亮 它的包裝 我預計它應該是會有蜜桃味的 但是不是 都是跟啤梨 剛才的啤梨款一樣 比啤梨的 但是 還是不好吃 好 接著試蜜桃味 蜜桃味 如果打開 就有蜜桃味飄出來 那剛才這個蜜桃是沒有任何的味道 但是蜜桃呢 我的感覺是比蜜桃好 但是你說自己吃不懂得買 我覺得是不需要去買地試 我還是有點假的味道 我不知道 可能 可能我 可能對它們期待 有些期望 明天期望有點大 所以現在會偏向有點失望 那我最後一件事呢 就是這個 那麼多產品裡面 其實我最期待就是這個 朱古力脆脆 那它這個價錢 好像14.99一包 按一下 我希望這個好吃 一打開就是 你知道吃到格格脆 或者朱古力那種味 嗯 原來有東西送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我看到是一個短的樣子 我現在打開來看看 不過先說一下味道 它的味道呢 就是如果你是朱古力的粉絲的話 你就不需要期待它真的有朱古力的味道 它純粹就是 就是 早餐那種格格脆的朱古力味道 但是它沒有那種格格脆 那麼重的朱古力味 就更淡一點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作為不錯的零食 因為它不是偏甜 它是有很淡很淡很淡的朱古力味 但是它的口感是OK的 就是無緣的時候吃一下 可能你看一下電視 這樣 這樣很快就會沒有包 嗯 嗯 我覺得不差的 但是我不會說 故意再買來去試 打開先 好 啊 它是類似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後面包裝的 類似Stan的物體 那我今集的KaoKaoFans 的零食 差不多是已經試吃光了 那如果你問我哪一種會再賣的話 其實如果你們有看我反應的話 就知道我哪一會會賣的了 分別是這個韓式芝士火腿的三文治 和這個芝士杯麵 這個是必推的 至於零食方面 我覺得大家都不需要買來試的了 是可以買來試的 這個 這個 那我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集的分享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或者下面留言給我的 還有記得訂閱我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